錄影片的方式 都是您剛剛看到的這個 來給您看一下 這個在我們簡報的第幾頁 第四頁還是第五頁 我都是用嗯哼 不好意思這個軟體就叫嗯哼 然後呢搭配後面那一個 叫做Vru 糟糕我們今天好像是來學英文的 都很難 我大部分是搭配這兩個 那為什麼我們要特別跟老師介紹一下這兩個 因為啊我們教學影片來講 如果老師拍情境的那就用一般威力導演那些 其實就適合了 但是如果您是以口語化的就是講解為主的 你要剪接老實講不好剪接 為什麼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老師有沒有發現 比如說像我自己來講 我也會有一些罪詞口頭禪 比如說啊嗯有沒有或者那個 哈哈哈哈 你如果常常在聽就錄下來然後自己聽 你就會發現為什麼我常常講那個字 哈哈哈哈 聽久了就會 還有像有些時候你看我是不會停頓 講一句我是不是停頓 可是有時候你可能停的地方 你看像我這樣停的地方 中間是不是要剪掉 那你要找到那個容不容易 你有沒有感覺視力變差了 哈哈哈哈 吃葉黃素不夠喔 哈哈 所以 我拍攝的情境 對這個齁這個部分 因為我剛好上禮拜有去那個 明傳大學 這禮拜也會去 剛好就是講這兩個 那那個影片我有放在我的這個 YouTube上 所以如果老師你有興趣 因為今天應該是沒有辦法講 那麼多啦 但是如果您有興趣的話 您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在這裡 這邊有YouTube頻道 不好意思 因為本身也是YouTuber 哈哈哈哈 好 所以 來這邊 您進到我的YouTube頻道 我已經把那個公布在這裡 我看一下 播放清單 其實平常我上課都是每一堂都錄影的 所以同學不需要問我說要補課 他自己就知道要去哪裡上課 好看到了在這裡 有沒有 這一個25號的 所以如果說您有興趣 您點進去 您就可以看到我比較完整的 那我平常上課的影片也會像這樣子 就是錄一段就整理 所以哪一段不清楚自己看 我比較不會那個錄一整 整堂課一個影片 這樣子要邊看邊找 除非你叫他去看 哈哈哈哈 或者要他交作業 不然誰會看 對不對 所以我這樣整理起來 比較好一點 那另外像我們錄這個摩克斯 也通常會比較建議 一段影片大概有多長 五到十五分鐘 所以我會盡量把一個主題 就是拿在那個區間裡面 當然有時候還是會超過啦 可是我會盡量就是控制一下 這樣子 這樣我們就是 效果就會比較好 那 嗯哼的話呢 這個部分 我先跟老師介紹一下 你先看一下這個現場 那麼我們今天 好你看 我的現場 是這樣子 有沒有後面是白板 對不對 好看到這裡就好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經過 嗯哼之後 一樣 不用藍綠目去背 它本身有點類似 我們現在那個叫做 Google Meet 有沒有我們視訊會 也有虛擬背景 那個概念 所以呢 我就可以在這裡 好安排進來 我看一下 這裡有遠遠的有沒有看到 你可以遠遠的也可以怎麼樣 你看 有沒有 是不是跟我們藍綠目去背 一樣的道理 只要你的動作不要太大的話 畢竟還是在電腦上算嘛 又沒有藍綠目 所以就可以像這樣做 所以你知道什麼叫 博恩夜夜秀了吧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背景 是它裡面的 裡面呢 你看這個叫房間 有沒有看到房間 好你隨時切換 你要到哪一個房間 然後你的大小 你的位置 你也可以把簡報匯進來 所以其實我也蠻鼓勵老師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做錄影 你看也可以調整大小啊 對不對 效果也不錯 但是還是一個前提喔 網路攝影機 要好一點 哈哈哈哈 不然你會發現那個去背效果 真的 有些是場不能讀 像這樣子 那您就有感覺了吧 就像這樣 那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今天可能沒辦法講 但是我們講後面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用這樣錄好 或者我們用OBS錄好 請問 我是不是要做剪接 所以我們麻煩大家 剛剛您Call的軟體裡面 有一個叫Brew Brew 您可以把它安裝起來 安裝起來 其實說真的它也有線上版 也就是線上直接體驗 你直接剪看看也可以 對對對 但是 如果可以的話 老師可以把軟體裝起來也OK 好 那 因為 會特別介紹這個軟體是因為 這個是目前 唯一一個 以語音為主的剪輯軟體 我們平常都是影片情境為主 但是呢 你今天透過它的話 就會非常的方便 好 來我看一下 這裡 這個 好 我直接把那個軟體打開好了 好 這樣老師比較方便 那麼 來您看一下我們那個 如果老師你覺得不方便裝軟體 也沒關係 好 您就直接用體驗的 線上體驗 來您看這裡 第四個 您 一開始簡報首頁 不是有這個文件嗎 你看有沒有叫線上體驗版 這裡 您可以直接把它打開 好 你可以直接打開 打開它 它就會幫你準備一個demo的影片 您稍等一下 那這個都有繁體中文 所以您不用擔心 有語言上的問題 好 它準備好了